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们加入 将一带一路 金砖国家 全部融合在十里面 在这儿 不单止你看到的就是印度 你看到美国两个在八毫晚 未开会之前两个已经偷偷地进行了一个钟头的会谈 昨天拜登直接硬吃的就是巴西和南非 接着跟印度的大家攜手一幕 这麽似当日的金峰会 当日有习近平主导 但是这次由印度主导 接着由美国在背后大力支持 非盟的加入 沙地亚拉伯在这儿 得到他们最佳的奖赏 因为中美国联地元征战 现在沙地亚拉伯也都是开始滑落 因为石油的问题 现在大家要明白 需要的石油已经不如过往的 这麽热切 因为电动车和电动车 很多的替代品已经出现了 在这儿沙地就要想办法 令他们后石油时代的出现 所以他们积极地说 一大一步 我又来 接着你见到 习近平主导的 就是说 跟中东有好的 我又来 我又来 金专五国 封会 我又来 我还要加入 现在不单止 G20里面 美国是硬食利 现在由美国主导 做出一条叫做 物流走廊 这条物流走廊就会打通了 震道 去到中东 而沙地 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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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印度和沙地的配合 所以必然會成功 而最重要的 不會有一些債務問題 因為整條走廊來說 美國是花了最大的力氣的力氣 是將所有的一切穿在一起 至於美國人很聰明的 最多就是國際貨幣基金或者世界銀行 甚至由中東主導就是給多一點甜頭 沙地阿拉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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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落達 然後當然還有就是印度 印度現在很慷慌這樣取代中國 成為了世界最大的經濟體 在這個時候目的是紅森壯子 我下一次分來講印度 但是在這裏你完全看到沒有了 中國和俄羅斯的G20已經變了天 當然這個也是計之內 我不明白 習近平已經成為了一磚 在現在所有的表示當中 現在習近平已經佈入了毛澤東時代 老年的時代 就是很多的國際會議 很多的峰會 其實毛澤東晚年 他是沒有參加 也都沒有出席 不單是這樣 連國內的都漸漸這樣 除非一些真是很重要的會議 或者很出風頭的會議 這個其實就是 毛澤東晚年時候做的 現在也都印證到 就是你看到聯大會議 現在不是 最新的聯合國大會 將由韓正府任 即是說韓正會去 那當然 那當然 今次 今年 今年 其實習主席還會出去幾多 我相信 我相信 山大鑊 已經成為了中共的常態 和世界脫軌 除非非盟兄弟 有必要的 你都看不到習主席 黃金之區 即千金之區 會走出國門 聯大會議 不去 你問我為什麼 第一 習主席的語言 的能力 是相對比較差 就是你看金川峰會 就見得到一個現象 只有他會帶的 就是翻譯 其他的領導人都不需要 這樣的話 這樣 習主席 每一次 只拿著小本 小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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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著你見到日本出頭 這次之葉 俄羅斯 和習近平 那你就見到美國重新製造一條 物流走廊出來 而其他的都因為沒有了中局 即是說習近平在那裡 土經在那裡 不少都給點面 結果你看到這一次的會議 在中國的缺席底下 當然有派人去 但是並不是可以說到事的人 那你就見到美國 採你都愚蠢 很簡單而已 就以昨天一開幕式 在場邊一交流完 即使都還未能閉門 直投飛去什麼 飛去越南 因為已經全部在掌控之中 沙地阿拉伯在這裏執了一支好丑 而非盟已經開始選邊站 不是選之二壽 其實是選印度 選西方國家 中國的外交力量 將會越來越縮 而一帶一路將會被取代 當然取代的形式不同 因為在美國眼中 他們不會亂這樣做一些貪污腐敗 甚至藏污蠟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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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蠟 因為他都沒有想過在他當政的底下 會創出一番成績 節目做到這裏 希望大家Like 追蹤分享 跟科金提供 可以的話加入會員提供 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拜拜 拜拜 我們也都為50歲以上的港人申請居留簽證 澳洲比英國更易找公同入籍 無論在香港、英國、台灣的朋友 想移民澳洲就快點找Kristi啦 好了